測速取締照相標誌全台不一的亂象呢 交通部將全面改彩一致的 三角形測速相機圖案的標誌 最快5月開始上路 駕駛朋友開車上路最怕一不注意 超速必須睜大眼仔細看測速的告示牌 黃底牌面標示前有測速照相 不過未來將全面改裝變成三角形標誌 裡頭有相機發亮的圖案 最快5月上路 有文字跟圖案都是 同時出現是最好 由於預告測速器的標誌 在一般道路都是擺在測速照相機前 一百到三百公尺 國道和快速道路會設在前三百到一千公尺 但目前的測速取締告示 有的是標前有測速照相 但也有兩行字寫的滿滿滿 交通部認為容易讓駕駛朋友眼花撩亂 未來將全面統一改成圖案標誌 第一時間內就馬上辨辨說 這個標誌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找到美國的一些案例 以目前全台測速照相機來看 高雄市最多有三百七十六支 新北市有兩百三十一支 台北市一百四十八支 到時全台將有兩千七百支測速器的標誌 需要全面換裝 不過現在開出的超速罰單 平均一年就有兩百多萬件 不想被開單 駕駛朋友未來除了要睜眼認清新標誌 最好還是按照規定行使減少事故的發生 記者台北報導 我沒有知道 我沒有空ende的 那麼 travelled